从多种情况来看 最起码修罗的最强黄金圣斗士成号 是因为打败了大爱 萨迦在位时期 修罗强大的威望而来的 迪斯 阿布 沙迦 萨尔纳 萨迦 卡尿都认为修罗很强 尤其是沙迦也认为 修罗是过去最强的黄金圣斗士 这个称号不是随便来的 而是修罗击败大爱的战绩和圣誉中 人人都认可其强大实力来的 迪斯 阿布更是认为修罗的战力非常强大 足以帮助他们统治圣誉 而且萨迦后来也对修罗敬重有加 派去追杀青铜和白银反抗派的黄金 都不让修罗出手 因为米罗已经说了 这是对黄金圣斗士的侮辱 显然萨迦不敢侮辱修罗 而让米罗小爱阿布动手 因为萨迦认为 沙迦很强只有对付八十八星座里 可以复活的有史以来 第一位凤凰座才出手 显示了萨迦对修罗的尊重 和强大实力的认可 而且萨迦需要修罗稳固 圣誉统治 从派发的任务就看出 萨迦对掉黄金的重视 一 修罗派去追杀迪对头目大爱 后来镇守圣誉 维护圣誉的统治和安定 统治的依靠 二 迪斯派去追杀迪 对头目老同虎 轻易不动用的心腹 三 阿布派去追杀强大的白银仙皇 轻易不动用的心腹 四 萨迦卡妙牛哥手工和对付来范势力 对其不能说百分百忠心 一般不用五 迷罗派去夺回圣意 怀疑教皇 萨迦准备让他消耗对方六 小爱增金敌对 势力 不敢用 但是想让小爱和对方同归于尽 不放心的增金敌对势力 因为敌对势力都不在胜誉 只有增金是敌对势力的小爱 所以萨迦肯定会拿中立派和小爱 去执行侮辱黄金圣斗士的任务 而不敢侮辱其核心成员